今天的故事要从我们镇子上西山口的一个荒废了多年的小破庙说起 正值半夜子时 荒山破庙中那气氛可是有些恐怖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影慢慢地走了进来 这人一进庙就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 然后从怀里掏出了一块白布颤抖着打开 这竟然是一张用血写成的壮纸 手中壮纸一举这人就大哭了起来 请阎王爷为我做主啊 他们太欺负人了 我真没法活了 就因为我主持狗盗啊 这深更半夜的一个大老爷们在放声痛哭 真的让人感觉挺惨的 一看就是有着不小的冤屈 这个破庙可不多见 是个阎王庙 供的是地府的五殿阎罗王 原来呀 这家伙也不知从哪儿听到了一个传说 叫做告音状 这个办法大多是仇人势力太大 在世上自己无论如何也对付不了 这才会用自己的血把冤屈写在白布上 然后一把火在阎王爷的神像前烧了 算是把冤屈告诉了阎君 请阎君惩罚恶人 这人是一边烧着壮纸 一边低声地讲起了自己的冤屈呀 原来呀 这个男人叫丁二 是在饭馆中跑堂的伙计 两个月前 丁二的父亲病重 他为了给父亲治病 求借无门时 从一伙放贷的人手中 借了一些高利贷 啊 为什么 钱都还你了 为什么不把欠条给我呀 哼 真不懂规矩啊 你可是晚还了半个月呀 可 可我提前跟您说了 您也同意了呀 丁二不傻呀 知道这些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本想着临时应一下急 回头尽快还上 可没想到他还是想捡的了 还是掉进了这伙人的圈套 明明是对方同意自己延期的 没想到现在他们却狮子大开口 啊 我是同意你晚还半个月 可没说不收你违约金呢 再说这位放贷的老大 叫做爆金刚 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主啊 什么 违约金 你们这是不讲理呀 理 我告诉你小子 在这里 我就是理 你今天还的是违约金 现在连本带利 你得还我三十块大洋 这几年 仗着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县长 便开始在县里面横行霸道了 要知道啊 这丁二一个月的工钱 也就是十块钱 还得养活一家老小 这三十块大洋 让他上哪儿弄去啊 不可能 我根本没那么多钱 我也不会还你们的 哼 那就别怪我了 兄弟们 教训他一下 我让你嘴硬 得主我大哥 没有你好果子吃 丁二的话刚出口 就惹怒了那个爆金刚 命令手下的人 把丁二是毒打了一顿 要好好地教训他一下 中间丁二是百般的祈求 可对方就是不松口 三十块大洋 一分也不能少 哼 我告诉你 县长是我妹夫 我这还有你的欠条 你不还我 你试试 我就不怕硬骨头 快滚 记得二十块利息啊 看着处在自己眼前的欠条 丁二知道自己是无路可走了 就这样 丁二被人家连推代踢的 就给哄出来 从那天开始 丁二的苦日子就开始了 每次到了丁二开工前的时候 这爆金刚的手下就会如约而至 哎 开工下来啊 这个月的利息也该交了吧 嗯 真是不揍你就疲痒了 呸 就这么点 这连利息都不够啊 全家人都指望着丁二的工前吃饭啊 他怎么求也不行 丁二只要说个步子 就会骚来一顿毒打 最后钱还是被他们给抢走了 你心要灵活点啊 店里没人就偷点好东西出来啊 还能再卖点啊 行了 过几天我们再来 不仅如此 那些人最近又开始让他去偷盗了 这几次三番的 力滚力滚力 他到死也还不清了 走投无路之下 他想起了告音状 请阎王老爷 你为我做主啊 若能保得死仇 我愿意赔上我的命 所谓的病急乱投医啊 我相信丁二四时就是这个心态 这壮旨 我借下了 可他没想到啊 这泥塑的严军法相 竟然真的开口说话了 啊 阎王老爷 你 你想灵了 我会替前行道 处置恶人 那声音在空荡的破庙中 显得十分恐怖啊 哎呀 多谢阎王老爷 多谢阎王老爷 丁二 以为是神佛显灵 忙着就磕起了头 行了 回去侍奉你父亲吧 你若有事 他该如何 嗯 一切 我自会做主的 可阎君的话 说着说着 竟然不再微严了 好像还伴随着吃东西的 啪唧啪唧的声音 而且再听下去啊 竟然还有打嗝的声音 丁二听出来的声音呢 好像是来自于神像之后 于是他小心翼翼的 就探头望去 这一看呢 就看到了吃喝正欢的三个人 看到是我们 那听二脸都气绿了 这时候我跟阎老九还有赵八 是一边吃着鸡腿 一边喝着小酒 刚才说话的是你们啊 连你们这群叫花子也 也欺负我呀 我不想活了 我们就看着他跟个娘们似的 呜呜哭着就跑出了破庙 师父 办成事的时候 您就不能少吃两口吗 啊 为啥呀 又没耽误我干活 再说了 这壮旨我真结了 一个时辰之后 一个黑影 窜上了城里的一户 有钱人家的房顶 这人正是被阎老九 派出去的赵八 而这里便是豹金刚的家 此时他睡得正香 可突然感觉屋里一下 变得非常冷 不由得打了几个冷战 接着他就听到有人在叫他 豹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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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声音是越来越近 吓得他一下子就坐了起来 豹金刚 你伤天害历 阳寿已尽 可刚坐起来的他 就被门口的一个身影 吓得差点背过气去了 速速与我去 阴曹地府 建阎王吧 就在门口 站着一个身穿白袍的 细高人影 吊死鬼的眉毛 一条鲜红的大舌头挂在嘴边 切莫贪恋臣事 速速归阴 这不就是庙里面的白无常吗 豹金刚吓得都傻了 可那白无常 接着就甩过来了一个漆黑的大铁钩子 一下就勾住了豹金刚的脖子 不 不要 我还不想死 又是一甩 那铁钩子绕着豹金刚转了两圈 把他牢牢地捆了起来 放过我吧 我可以给你很多钱呢 阎王要你三更死 谁敢留你到五更呢 拖着他就往外走啊 不要 我不想死 豹金刚 谢斯底里的大吼着 可是那白无常的力气极大 就像拖死狗似的 就把他给拖了出来 哎呀 我不想死 在一片迷雾中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两个人来到了一个高大的门楼跟前 上面龙飞凤舞的三个大字 吓得豹金刚差点没昏过去 那上面写了三个大字 鬼门关 不多时 又来到了一处大殿之上 上面写着森罗宝殿 跪下 其实不用踹啊 到了这里 豹金刚的腿早就已经软了 饶 饶 饶命啊 他跪下以后 忙着开口就求起饶了 豹金刚 你放大牟利 秋谷西随 断人活路啊 你做了丧尽田良之事 现有丁二阴壮在此 渐渐属实 其罪难容 只见眼前呢 是阴气森森 鬼火闪动 吓得他魂都快飞了 正当中 一个炸眉求染的大老爷 跟庙中的阎王爷 是一模一样啊 此时啊 阎王爷正一桩桩地 数着自己的罪行 这些事 那都是他自己干的 连狡辩都没有办法 罪行数完 一排荆堂木 吓得那豹金刚 浑身是一机灵 来人哪 下游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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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我就是个放高利贷的 不要啊 听完判决 那豹金刚就发现 大殿一旁亮起了光线 扭头一看 正是一口滚烫的大油锅呀 接着 一个小鬼 提着它 就来到了油锅的跟前 啊 饶命啊 我再也不敢了 哼 我要把你炸得外焦梨嫩呢 嘿嘿嘿 不不不不 不要啊 呀我老爷扰你 呀我老爷扰你 我 我再也不敢了 豹金刚吓得是直求饶 那磕头就跟斗酥暗死了 嗯 你本不该饶啊 可你父亲为人善良 积下了不少的因德 黑白二无常 原本他也没有抱什么希望 可没想到 这阎王爷竟然有些松动了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重打四十 送他 坏洋 说起来还真不假 这个豹金刚的父亲 还真的是本地的一位大善人 那一生是行善无数 只是不想啊 却生了这么一个心狠手辣的儿子 是 得力 多谢呀 王爷 听到自己可以不用死了 那豹金刚激动得眼泪都下来了 可是下一秒 他眼前一黑 就失去了知觉 当这家伙再次醒来的时候 那天已经大亮了 揉了揉 还有些发懵的脑袋 他发现 自己正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这寺下里一看 顿时就傻了眼 这里竟然是西山口的阎王庙 抬头向上看去 面前的神像 跟昨晚自己在阴曹地府中看到的阎王爷 是一模一样啊 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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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豹金刚顿时就傻了 哎呀 我 我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再来说说那个丁二 他也算是没出息 回家后是越想越憋屈 竟然真的想上吊自杀 啊 我不活了 可就在他准备寻短剑的时候 这大门被人一把推开了 丁二 你 丁二兄弟 原谅我吧 都是我错了 这丁二做梦都没想到啊 豹金刚会来给自己道歉 还把炸走的钱全部都还给了他 甚至还多给了他一些安慰金 哎 这是你的钱 这是你的欠条 这些 是我鬼迷心窍 多拿的 这些 是我补偿给你的 丁二就觉得眼前有些飘忽啊 这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呢 而豹金刚还真的痛改前非了 再也没做什么大恶之事